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王一斌 主任医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普通与泌尿妇科 小肚子总是隐隐坠透 你生说是腹剑炎 咋回事啊 深毒剑 得到腹剑炎生不出宝宝 腹剑炎反反复复好几年 能根治吗 一火车的干货来了 这可是深毒君查医书 访患者 画动画 拼了老命捣鼓出来的 真情放松了亲 数据走一波 腹剑炎最常见的发病人群是20岁至35岁的女性同胞 成风破浪的姐姐们要当心了呀 到底啥是腹剑炎呢 腹剑炎是盆腔炎的一种局部表现 是病原体侵入子宫腹剑引起的炎症性疾病 是树卵管炎和卵巢炎的总称 定义先放下 症状走一波 小肚子像掉了个东西 整天坠痛 拉扯痛 下腹痛是腹剑炎的典型症状 表现为持续性的隐痛 劳累或性交后加重 内裤又臭又年 生怕别人闻到 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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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啊 发烧一整天 我身酸软 直接粘了 发热是腹剑炎的典型症状 可怕有寒颤 头痛 食欲减退等症状 姨妈来了十天了 还没有完的意思 苍天呀 月经量增多 经期延长 也是腹剑炎的典型症状 陈独军 腹剑炎就这点本事 貌似也不可怕呀 很傻很天真了不是 危害走起 好怕他回家 每次都很疼 怎么办啊 腹剑炎患者 性交后腹痛会加剧 影响夫妻间的生活 神毒君 这腹剑炎能治好吗 神毒君可以告诉你 只要科学治疗 一般通过药物就能治愈 闹心的事也有 腹剑炎这祸爱反复 一用药 症状就减轻 可是没几个月 就又又又来了 神毒君强调 治疗腹剑炎必须要遵医嘱 按疗长哟 有些小姐姐在治疗期间 看到症状有所好转 就以为病好了 药是想吃就吃 说停就停 一顿韧性操作的结果就是 细菌产生耐药性 想一网打尽 可就难了 神毒君 腹剑炎到底在哪 有啥用 好好的怎么就发炎了 为啥得了腹剑炎就会白带异常 会搞出不韵 哇 问题一个接一个 不过神毒君就喜欢你们这种 打破杀锅问到底的精神 下集 神毒君就带你们揭晓答案 等神毒君哟 救命 新枣脑梗前列腺 乳腺子宫内分泌 十三大科室 上百个病重 尽在神毒视频 最新问诊 十几万公里医院医生 二十四小时待命 鸟回哟 预约挂号 全国医院任命挂 3w.神毒TV.com 神毒全体加TV 要关注哟